今天就拍了所謂unboxing 其實上個月就買了一份生日禮物給自己 大家都見到了 一隻百年齡 好久都沒有買過全新的 所謂貴少少的 其實錶已經帶了一段時間 帶了大半個月左右 今天就八月中 現在放在盒子裡 但其實錶本身的保護膠 我都沒有拆光 在這裡拆給大家看看 首先盒子 都很漂亮 我想是皮面的硬盒 盒子裡面打開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盒子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盒子裡面的間隔 盒子裡面插著 先這邊就是保養症 保養症也挺有型的 整個硬卡 厚 還有一個 膠貼 後面有 日標本身的 資料 在哪裡買 兩年的保養 印在裡面 買的日子也有 7月26日和我生日那天同一日 後面 這裡 有張 黃色的紙 這張 原來就是 COSC 的 Certificate 所謂天文台 那張Cert 即是這張錶 告訴你 有一張證書 這張型號是Aerospace Aerospace 是一張 超級石英錶 有 這裏有本 關於國際保養的資料 之後呢 就是那個 說明書 Aerospace 多角的說明書 OK 那盒呢 現在放在一邊 先 好 輪到主角出場 主角 錶本身 用白樓 開去 那隻錶呢 在店鋪已經幫我 教了那個大小 多了那些 另外放棄了 因為我的手勢 現在拿一隻錶出來 然後 枕頭 挺漂亮的 放近一點 就光一點 OK 我 教一教 後面的 背景 讓它 沒那麼黑 因為後面的螢光幕 應該搶了一些光 好 那 回來啦 那現在 剛剛拿了一隻錶出來 那 就 今天都不會詳細講 那些 功能 主要呢 是 是 幫阿Mok那些 所謂 那些人說 處女膜 給大家看 那 它戴了幾天 它本身錶帶 都有包到 那個 保護膠 那已經被我戴到 脫了 那另外這個扣 這裡 有一塊都脫了 放回去 首先 撕掉這個 先 咦 貼到一邊 對了 然後呢 就 它類似 有點像 勞力士那些 那些 那些錶呢 那它 這些位 這裡 看到嗎 都有一些是 保護貼 貼了在這裡 然後還有這個 角位 這些都是 現在我 看著 電話那個 螢光幕來 看 那我嘗試撕 撕掉它 OK 這裡側巾 有一塊 看看 應該就 包著那個角的 對了 哇 整塊 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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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隻錶呢 整隻 連帶 都是 太合金 來的 拿上手 就真的 輕飄飄 但是呢 戴得 很舒服 如果人們喜歡 重的質感 可能 他未必會 太感興趣 我其實就 不是說 太喜歡太重的 手錶 始終我手很幼 我 真的猜不到 原來是一張 一張貼紙一別 一張過 這個是一張過 它是 特意設計到 連我 角位都 包在 包在 底 一張過 OK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有些朋友 帶到 這些膠 差不多 掉 才捨得 滅 有些像 老人家 或者老爸 最喜歡 家裡的遙控 包著 袋子 一直用到 霉霉爛爛 才 拆 現在 好了 膠面 就掉了 這隻錶 有些少少膠跡 其實我 都說 因為我其實想 等拍這條片 才撕 那張膠 子 所以 我都帶了 大概兩三個星期 所以它現在撕了 也有少少 有少少跡 在這裏 不過 輕輕一抹就 搞定了 試試給大家看看 電話 Focus 差一點 這隻錶 帶上手 最欣賞的地方 那塊 它這塊 玻璃 那些 coating 都做得 挺漂亮的 即是 反光的設計 OK 那今天 先說了 那麼多 下一次 會再 拍一個 比較詳細 少少 介紹一下 功能 戴後的感覺 OK 多謝 大家收看 Focus Focus 是 Sharp 少少